一到年底呢 这些电影市场都是非常的热闹啊 12月24号圣诞节前夕呢 邓超 孙丽夫妇强强联手的电影《恶棍天使》呢 就碰上了冯小刚作为男主角的电影《老炮》 那为了电影各自宣传无可厚非呢 孰高孰低也就交给了观众啊 但是呢 在12月23日 两部电影上映的前一天网上呢 冯小刚却被发现点赞了一条关于《恶棍天使》是烂片的微博 难道《小刚炮》这次要开骂了吗 仔细看来冯小刚和邓超的关系这么多年来呢 也一直是非常的微妙 朋友圈被《恶棍天使》的差评刷爆了 得有多难看呢 原本仅仅是一条差评邓超自导自演的《恶棍天使》的微博 但却被信心的网友发现冯小刚点了赞 于是观众不免想到冯导致在暗示对手《恶棍天使》是烂片咯 你给我点杀气好不好 不是晦气 其实想想也知道历年的贺岁党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今年四部影片似得如火如荼 同时在12月24日上映的《恶棍天使》与老炮却是斗争的最激烈 而这一切早在今年10月就拉开了序幕 首先就是党期之争 面对对手的来势汹汹 我们冯大导演也是没在怕的 在10月20日下午举办的电影《老炮》发布会上 冯小刚罕见的可爱起来 他看儿子李渔峰嚷着要见儿媳妇 全程表现随可地让人以为 小刚炮这回是要改平静了 没想到当晚他便用火力全开 拿出电影里《老炮》六爷的架势力挺自己的作品 一些好心的朋友劝老炮改党期 理由是贺岁当有以12月24日前后竞争惨烈 无理头商业篇众多怕老炮受伤 谁伤着谁还不一定呢 看看冯岛这说坏艺术 首先完全没把同档期的《恶棍天使》和《绝地逃亡》放在眼里 其次就是小刚大爷口中的无理头商业篇 不就是指的邓超自导自演的恶棍天使吗 到了上映前期 两部电影更是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全国宣传 邓超顺利打造最强CP 全国巡回路眼为恶棍天使转吆喝 发动夫妻俩娱乐圈的人脉 邀请明星好友为自己的影片宣传 而老炮也没卸证 都作为出品方的华一作证 自然不愁宣传 华一旗下艺人纷纷自发为老炮刷屏宣传 虽然小刚炮自信满满 但恶棍天使预售就过亿的超高人气 还真是不是说得玩的 再来看看最新票房结果 截至小编发稿前 上映第一天恶棍天使 一亿两千万票房位居榜首 而总票房三千八百五十一万的老炮 也就是对手的三分之一票房 这时候再冒出个冯小刚点赞 恶棍天使是烂片 也不怪网友纷纷议论 我们小刚炮是在生气了 俗话说得好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经营娱乐圈多年的八卦爱好者们 纷纷开始分析起 两位当事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您别说冯小刚跟邓超之间 还是有点故事的 这一切要从2006年说起 那一年邓超与黄小明 还在为华裔一哥而名争暗斗中 原本在黄小明签约华裔仪式上 冯小刚曾当众许诺 集结号的那二号是小明的 带了一部戏 就是这个集结号 但后来这个角色却换成了邓超 当时正在和孙力主演电视剧 甜蜜蜜的邓超当期实在排不开 为此冯小刚还多次和甜蜜蜜导演 协调邓超的导期 足以见他对邓超的重视程度 可是到了电影上映后 冯小刚和邓超之间的关系 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先是2007年10月 出席活动的邓超表示 对冯小刚下一部电影不太感兴趣 因为他下面要接着拍那个 会说会做吗 会说大交流什么 我不会要 我不会要 一个月后的某颁奖典礼上 电影集结号获奖无数成为最大赢家 当时邓超与孙力正在热恋期 在颁奖典礼上 邓超当作是爱孙力 成功抢去了所有人的风头 最后要感谢的这位 是一位信孙的姑娘 因为是你的一种情感 一直支持 鼓励我勇敢地在这个行业中 行径下去 这个 让我不孤独 也不寂寞 这个奖是送给你的 我会放在 我会放在你新家的浴室里 也许是避免话题聚焦演员私人生活 当演冯小刚带着主演接受媒体采访时 开场时的问候更像是有意的暗示 虽然冯岛招呼打字前 不过基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现场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 邓超和孙力的感情状况 这样一来就把冯小刚和其他演员 晾在了一边 虽然媒体对感情的过度关注 已经让邓超感到不安了 他不断地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冯岛的脸色 生怕因此给冯岛带来一些不快 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 当到了隔年电影百花奖上 邓超凭借姐姐号获得最佳男配角 这次导演冯小刚的恭喜敷衍得并然尴尬 但是那个邓超刚拿了最佳男配奖 哎呦恭喜邓超 我想跟韩宇说呀 一定要做两手准备 这东西啊特别说不好 我有多年的经验 你以为是你 到时候他不是你 当到了今年年初 冯小刚录制某节目时公开抨击 综艺电影都是些敷衍圈钱的烂片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 但在此前收获了3.81票房的综艺电影 奔跑吧兄弟 这成了冯岛口中的投机取巧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邓超正靠着该综艺火爆全国 于是他的微博顺理成章出现了回应 幻想建立某种真正的标准 无论是艺术还是票房的名义 都包含着一种真理在手 唯我独尊的洋洋得意 北京话说这都叫鸡贼 不过事后邓超删除该评论 并称微博被大号 而今年台湾地区金马奖的演技之争中 两人又无形地斗了一回 在颁奖典礼开始之前 邓超那是胸游成竹 自信满满 最大静敌是谁 静敌啊 我自己 有信心吗 那个骑马归来 可最后 风烧港 自从影帝结果宣布后 邓超的表情就再也没有舒展过 茫然若失大写的失忆 邓超的失落倒是可以理解 因为对于这个影帝之位 他期待太多付出更多 一向化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也成功获得了专业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让一切回到原点 如果你要问小编 对于冯小高和邓超这件纷争有何看法 我只想说 哎 冯导 老炮导演是管虎耶 还有就是管你们怎么斗呢 我们观众只想安静静地看传电影 热热闹闹地过个节 别的真的不重要 请人看线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